华文与我 大家好,我叫王嘉玉 我是平民学校三年级的学生 今天我要演讲的题目是 华文与我 我想和大家分享 我为什么喜欢华文 有些人说华文难学 我怎么会喜欢呢 我从幼儿园开始学华文 从基本笔画开始学 藤、树、铁、纳 当时的我觉得每一笔像画画一样 所以每次学华文 总是开心的不得了 可能因为我喜欢 所以每次妈妈教我喜欢知识 我只需要很短的时间就记住了 中国人口是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 所以讲华文的人是世界上最多的 有一次我跟家人去旅游时 甚至遇到一些华文说的很流利的外国人 听到他们可以流利的用华文 讨价、讨价、玩价、二个价神 我想要学好华文的决心 我作为印尼华文 也为自己会说华文 感到之好 妈妈常常说 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 学习华文 对我们的学习 工作和生活都会有很多好处 在学校每次听起吃烟前 我都会努力学习 争取拿到一百份 下课之后 我会认真复习今天老师讲的课 除了学习学校的功课外 我也常常看华文的卡图片 和唱华文歌 通过这些不知不觉 我的华文定多了不少 我将继续努力把华文学得更好 相信会给我很大的优势 那大家还等什么 跟我一起加油把华文学好吧 最后我是中国人 会说华文是我的骄傲 谢谢大家